经过漫长的等待后 家属今天获准领回 单亲妈妈贝拉的遗体 死者的姐姐在太平间外 泪营满框 讲述贝拉孩子 向他们透露的点滴 她说孩子们曾经目睹妈妈 被嫌犯痛骂殴打 至于两名遗孤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和母亲天人有隔 经过一连串剖师检验等 标准作业程序后 贝拉家属今天可以在 柔佛新山苏丹伊斯曼医院 领回至亲那部完整的遗体骸骨 载着贝拉遗体的灵车 在下午2点50分左右 离开医院太平间 前往八珠八峡的 拿都文达拉鲁蛙 赞美清真寺祈祷 并下葬 贝拉从12月14号通报失踪后 家属就饱受将近40天的 心灵折磨 然而在这段艰难的时光里 他们从未放弃寻找亲人 即便在警方寻货骸骨时 他们依然不相信 死者就是他们深爱的 女儿和妹妹 可是残酷的现实 并没有给予他们一线希望 警方证实 这副不完整的遗体 就是贝拉 贝拉生前育有两名孩子 分别是年仅5岁的儿子 和2岁的女儿 但两人今天都没有现身 领事地点 贝拉的姐姐向媒体透露 他们至今都还是会询问 妈妈的去向 更不解 为何妈妈的照片 不断出现在电视里 文者心酸 可是又不知该从何说起 更令人痛心的是 孩子们也曾向他们透露 贝拉的男友 一直都有家暴倾向 死者姐姐表示 两名姨姑日后将由 她和保姆轮流照顾 她也借机感谢公众 对这起案件的关切 同时强调 她的言论都是调查官 已知内容 所以希望外界 不要随意猜测 或散播假消息 以免给家属带来二度伤害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